半年做客对阵瑞士博尔尼年轻人 以一场3比0大胜开起本赛季欧冠军途 面对第一次T欧冠军赛的对手 大国双子星伯格巴和马夏尔棒棒本队三里剑球 伯格巴更是二世一传主导比赛 近期同样榜首争议的马夏尔也打破了半年球皇 算上英超最近两连可取胜 曼联已经拿到可产三连胜 逐步摆脱了赛季珠珠珠吃不顺的阴霾 主帅茉莉尼奥和球员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在下一个C4比赛日前 曼联对手势力都不算强 抢分抢分再抢分 这就是曼联要做的事情 牧帅本场排出的四三三手把极具亮点 相比于上周末联赛 有多达五个位置的人选变动 首先是左右边后卫卢克肖和达洛特 取代了杨教授和瓦伦 中场方面弗雷德替换费兰尼 封谢马夏尔 拉什福的这下方切斯和林加德 德赫亚 伯格巴 马蒂奇 卢塔库等核心球员则继续登场 亮点在哪里呢 这套手把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四点三岁 曼联才是真正的年轻人 门将德赫亚 二十七后 卫达洛特十九 斯莫林二十八 林德洛夫二十四 卢克肖二十三 中场弗雷奔二十五 马蒂奇三十 伯格巴 二十五 前场卢卡库二十五 拉什福德 二十 马夏尔 二十二 十一名球人中九人 出生于一九九零年一月一日后 仅有马蒂奇 和斯莫林两位九十千球员 最年轻的十九岁的达洛特近夜上演一线对手秀 这不是曼联在欧冠赛事中派出的最年轻首发 只不过伏决当时派上更多年轻球员一般是在小组赛出现后 在走过场的第五或第六轮使用 牧帅此番在欧冠首轮就排出如此年轻的阵容 也足以说明此前贴在他身上不重视年轻球员 不喜欢轮换的标签并不符合现阶段指教曼联的事实 就比赛本身而言 曼联并非以外奔顺 在年轻人的人工草皮球场 曼联球员显然没法马上就能适应 开场不到三十秒就数次滑倒 第七分钟 年轻人的法国前锋 曾在撞抄大连爱尔滨鸡球的瓦罗头球轰门制造勒鞋 鲁塔库街伯格巴只在射门款里颜色 年轻人忠厚为卡玛拉打出一级高质量远射 德赫亚单掌脱出横梁 卢克肖和达洛特的年轻编衣组合主攻积极 第21分钟 向左路传中 拉施福德包超推射击中力珠弹出 曼联在35分钟打破场上僵局 场上队长伯格巴和弗雷德中路配合 伯格巴再进去 一壶顶晃开角度 左脚将球轰入左上撕脚 曼联1比0领先 这是波霸在曼联的首个欧冠进球 上半场即将结束前 卢克肖不停球直接传中 皮球打在年轻人后类手臂上 主才吹法点球 伯格巴长时间小碎步助跑后拔进没开二度 曼联也带着2比0优势回到更衣室 下半场65分钟 曼联后场发动反击 弗雷德传球交给伯格巴推进 马夏尔 拉什 弗德 卢卡 扩三比接应 伯格巴给到左路的马夏尔 抗者推射打在防守球员身上折射破门 曼联3比0领先 这是法国颠峰本赛季的首个进球 也是自今年1月 客场1比0伯恩力之后首次敲开进球账户 打破了242天的进球黄 马夏尔也拍打胸前对挥 向看台的红魔远征球迷之意 三球领先后 牧帅陆续换人 那周末梦剧场战狼队做准备 第649分钟 费兰尼换下弗雷德 马塔替下拉什弗德 75分钟 佩雷拉换下伯格巴 曼联依然还有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 81分钟 陆克肖又一次的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 马塔球到人道直接推射 可惜稍稍偏出力柱 不时阶段佩雷拉分球 达洛特右路传中 卢卡库包抄打将 但已经愿为在先 曼联最终克场3比0大胜年轻人 收获新赛季欧冠开门红 技术统计显示 曼联16次射门5次射政 年轻人17次射门4次射 正全部被德赫亚化解 控球率曼联56%领先对手44% 角球曼联7个对手9个 黄牌格有一张曼联是弗雷德 黄帅在后表情非常轻松 事实上在比赛还没结束时 尿叔和助教就一直在微笑 他对球队本场结果和表现显然是满意的 谈到伯格巴 黄帅表示最后换下他是因为他累了 踢出了一场很好的表现 可靠优秀 当我们需要他提供速度 控球 控制节奏时 他都做得很好 还打进一个非常精彩的入球 而点球也体现了他的个性 通常一名球员罚丢点球后会自我怀疑 但伯格巴没有 替换瓦伦和杨教授的达洛特和卢克肖 也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本场比赛他们并非完美 防守上还有不少漏洞 特别是达洛特才第一次登场 穆帅对两位年轻球员非常看好 肖和达洛特都非常棒 事业开馈也很冷静 肖从赛季开始已经打出了优秀表现 达洛特也是欧洲同龄最好的右后卫之友 他才19岁 当然 穆帅也提醒球员不要忘乎 所以 赢下比赛很重要 但只是基本任务 这并不是现象级表现 我们还有对阵游文和瓦伦的比赛 他们非常强大 曼联拿下欧冠开门红 路克肖达洛特双亿富有活力 伯格巴马夏尔状态复苏 这三大收获都令穆帅和球迷开心 此外 曼联还有第四个利好 在人造草皮上踢球 曼联没有球员受伤 这也是让穆帅欣慰之处 我们有一些害怕受伤的担忧 我的球员昨天训练后身体感到疼痛 因为赛英伦人们更习惯在草坪上踢球 还好 比赛已经结束了 这个周六个 曼联将在老特拉福德 迎来上赛季 迎贯冠军 军狼队 对手新赛季英超表现不俗 五战二胜两平一副 马蒂奇和拉士福德都英红排停赛不能出战 曼联首发肯定还会调整 本场没有登场的桑切斯 埃雷拉都可能出战 我们期待四连胜 那却更多